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俄罗斯方面空袭乌克兰的最新情况 昨天俄军对乌克兰全境进行了大幕空袭 最新的消息 俄军空袭赫梅利因茨基 康塞诺夫军用机场 袭击结束以后最新的卫星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导弹是击中了飞机掩体 非常清晰,可以看飞机掩体被摧毁 飞机掩体很有可能存放有包括F-16战机 另外,昨天俄军的空袭还对地尼泊水电站 在扎布洛地区的地尼泊水电站进行了大幕空袭 这是现在网上出现的 6月1号,地尼泊水电站被炸的现场 地尼泊方向水电站爆炸 大家可以看是多枚导弹 连续攻击 地尼泊水电站之前 3月份的时候曾被俄军轰炸过 当时是周边地域停电 现在来看,北约方面,包括乌克兰方面进行了恢复 刚刚恢复 俄罗斯的空袭再次摧毁水电站 昨天夜间,俄军对乌军的五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幕轰炸 一共是五个地区 包括扎布勒、地尼泊比罗斯克、基洛、沃格勒、伊万诺夫浪斯克 这五个地区的能源设施也被摧毁 夜间的袭击导致两个火力发电厂受损严重 乌克兰昨天更新了最新的数据 俄军发射了53枚导弹 47架无人机 打击的乌克兰南部扎布勒地区 西部伊万诺、弗兰斯克地区 中部地尼泊比罗斯克地区 击落沃格勒地区 能源基础设施 乌克兰的国有电力公司在社交媒体上证实 俄军导弹摧毁了两座水利发电厂 设备造成严重损坏 但未具体透露设备名称 以及具体的水电站位置 乌克兰的最大电力生产商DTEK 表示导弹袭击损毁了两座火力发电厂设备 也是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两座 乌克兰是两个半月以来 遭到第六次大规模攻击 能源电力设施 乌克兰紧急情况局 表示伊万诺弗兰斯克地区的袭击 使得一个重要技术设施发生火灾 扎布洛地区的州长伊万·菲德罗夫 在社交媒体上证实 该地区的一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 也未透露具体名称和地址 但菲德罗夫呢报告说啊 地涅博河水电站大坝 渡河通道被关停 地涅博比罗斯克 这有一个 渡河大坝啊 这个实际上是 非常重要的啊 俄罗斯的乌克兰方面的这个 地涅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水电站 那么现在这个大坝关闭啊 就说汽车不能通行了 很有可能这次袭击是袭击的地匿博啊 这个水电站大坝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乌克兰 它整体的用电会出现这个 短缺啊 因为这个水电站一旦 它和火电站不同啊 它一旦受损的话 它想要恢复就非常困难 另外这个水电站被炸以后 可能会影响到下游 俄军呢 实际上呢 上个月啊 也对乌克兰能源系统 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那么是连续啊 对乌军的这个恢复的电力能力 进行打击 就是要削弱乌军啊 在哈尔科夫和顿巴斯地区 它整体的补给能力 咱们再回到昨天打击的这个 机场啊 康伞诺乌机场 这个F16战机呢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情报啊 俄军呢 是打击的F16战机的驻地 这个第一批的F16战机呢 是由美国转交给乌军的 根据俄罗斯方面情报呢 美军的F16战机已经抵达了乌克兰 首架战机遭到了导弹袭击 在赫梅林茨基地区的康伞诺乌机场 大规模联合打击 20架无人机 以及图95TS战略轰炸机 发射了12枚核101核555巡航导弹 另外米格31K发射了3枚匕首 这是昨天的情况 此外呢 乌克兰方面呢 也证实啊 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 都击中目标 那么乌克兰现在整个的防空能力 是非常弱的 今天德国方面呢 德国方面今天呢 也证实啊 德国呢 向乌克兰提供了第四套的爱国者系统 新的爱国者系统 就是要加强乌克兰整体的防空能力 那这次打击呢 图95 MS 实际上呢 还摧毁了乌军F16战机使用的这个风暴之影 也就是F16战机 未来在乌克兰将配备风暴之影 来打击和纵身目标 摧毁了风暴之影的这个仓库 那俄军 那俄军连续两天啊 对北约直接活动地区进行打击 利欧夫地区的沃罗夫斯基机机场 他呢 主要是乌克兰的训练中心 俄军的2022年呢 是使用匕首啊 曾经打击过这个方向 那随后呢 这个地区的很多装备 还有训练设施呢 转移到波兰和德国啊 那么现在呢 又重新转移回乌克兰 在训练场的地下结构啊 有飞行员培训中心 这该中心呢 正在准备与波兰的北约 飞行控制中心 进行协调 并进行联合演习 有来自于荷兰 卢森堡 主要是荷兰啊 教官 另外还有捷克 西班牙的一些教官 也在这个 利欧夫的掩体中 所以这次也不排除有荷兰 西班牙 捷克的飞行指挥官 死亡 这是在比利时啊 泽连斯基抵达比利时 会见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呢 结果露脸了啊 这个乌克兰国内媒体还批评 这个飞行员怎么能露脸 但其实啊 这些飞行员啊 俄罗斯早就掌握情报了啊 这是在比利时啊 收训的 所以这次袭击可能会造成 北约人员的上网 那根据俄罗斯情报呢 该地下设施啊 可以 驻扎380到410人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那虚拟测试呢 主要是协调F16战机 在空中的这个格斗技巧 所以完全是在地下进行的 那现在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F16战机啊 根据北约方面说法呢 4年左右时间啊 将一共是85架F16战机 那北约现在准备与俄罗斯呢 是进行长期战争啊 所以你从这个4年85架可以看 这个俄乌战争呢 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但是呢 也一定要保证乌克兰啊 他的整个的整体作战能力 就是要用乌军去和俄罗斯长期交好 也就俄乌战争呢 不会轻易结束啊 就现在看北约啊 特别是欧洲 也要利用俄乌战争 完成欧洲对乌克兰战场 欧洲战场的控制 也就是欧洲要取代美国 来重新夺回欧洲的控制权 所以这个战争对法国啊 马克龙来说也很重要 那现在看欧盟呢 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快的结束战争 所以你看和谈其实 中国美国其实都没有参与什么和谈 因为现在来看各方都不准备和谈 俄罗斯看来现在也没兴趣 那这个战争长期化啊 所以你看中国美国都拒绝参加 瑞士的一个峰会 大家就听懂了 就是现在欧洲啊 要把这个战争变成去美国化的战争 把北约力量啊 在乌克兰这个战争中 让它削弱 把欧洲力量逐渐投送到乌克兰 未来呢 为组建欧洲联军 那你看法国未来要组建欧洲联军 取代美军在欧洲啊 做准备 那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呢 对整个美国来说并不是好事 这场俄乌战争长期化 欧洲力量会扩大 虽然欧洲和美国表面上都是盟友啊 都是你好我也好 但实际上你看法国的目的是要 一屁股坐下去以后 把美国挤掉啊 把你挤掉 你就下桌 欧洲由法国啊 由德国来控制 但是这可能会导致和波兰 立陶宛这些东欧国家摩擦 那就需要在东部地区 对吧 在俄边境 长期化这个战争 来削弱波兰和立陶宛 对欧洲的影响 所以大家看啊 这个战争现在也成为 欧洲来削弱东欧国家的一个手段 我给你建立一个敌人 对吧 俄罗斯威胁很大 那你呢 你就必须来依靠我法国德国 而且美国现在看在乌克兰战争 它会逐渐的后撤 由欧洲啊 它来顶上去 消耗欧洲 那你德国法国之为主导 波兰立陶宛 你就必须在欧洲联军这个范围内 你就投入更多 会逐渐的把美国力量变化 这是欧洲的想法 但是美国的操作 我觉得未来会一定会变化 这个双方啊 欧洲和美国都在利用俄乌战争 也在利用俄罗斯 所以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 不会那么轻易结束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 这个长期化一定啊 一定会导致乌克兰整体人口下降 这个乌克兰现在就被人家当成工具了 另外呢 这次俄罗斯打击的很有可能 也包括啊 F-6战机 它的这个 核打击能力 也不排除呢 F-6战机这次美国部署的 包括它的这些贫油弹 这F-6战机可以发射这个 贫油弹啊 特别是F-6机 F-6战机的六管机炮 都可以发射贫油弹 所以俄罗斯方面呢 是摧毁F-6战机 它的这个仓储中心 摧毁它这个贫油弹 这种贫油弹如果在战场 特别是打到俄罗斯本土的话 会对俄罗斯本土整体生态产生影响 1999年的时候啊 这个F-6战机六管机炮 发射大量的贫油弹 结果呢 实际上导致当地塞尔布亚居民 深受其害 患有大量的癌症 所以俄罗斯绝对不允许 这个F-6战机携带贫油弹 攻击到俄本土 会导致俄罗斯整体环境恶化 当时呢 99年的时候 在轰炸南联盟的过程中 向南联盟一共投放了15吨贫油弹 都是这种 机炮发射的贫油弹 这个贫油弹一旦落到地下 没有几千年 它是根本不可能衰减这个辐射的 所以整个的塞尔维亚 它这个土地啊 种出粮食可能都有癌 都可能治癌 另外很多老百姓平民居住在这个方向 几十年过去 身体会发生这个被辐射嘛 身体又会发生变化 得什么白血病啊 血癌啊 脑癌啊 肿瘤啊 这几率都会提高 所以俄罗斯你可以看到 这次打击F-16战机也是 防止F-16战机 携带这种平油弹 穿甲平油穿甲弹 进入到俄领空 所以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啊 这种情况发生的 拉夫罗夫啊 俄外长 30号的时候已经表示 向乌克兰供应F-16战机 将是北约向核领域 刻意向俄罗斯发出的信号 另外F-16战机也可以搭载战术核武器 也就是说 俄罗斯警告 美国不转让核技术协议 但交付给乌克兰的F-16战机 可以有资格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 也就是说 未来的F-16战机 俄罗斯将按照核载具来对付 你这个F-16战机不是一般的战机 可以搭载核武器 那我就按照 你上面搭载有核武器 来进行拦截 这个实际上可能会 跨越莫斯科的红线 导致双方战争升级 俄安理会副主席梅德威杰夫姐警告说 向基辅提供武器 破坏性越大 发生核灾难 可能禁止越大 也就是暗示 俄罗斯将对F-16战机 进入战场 并投放放射性物质 发出核报复 5月27号 北约的春季会议 多数投票通过 允许乌克兰使用北约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 这是整个事件升级的一个原因 所以俄罗斯大国攻击了利沃夫方向 5月2号 英国的外交大臣卡梅伦 接受路透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打击武器 攻击俄境内目标 那这个俄境内目标呢 实际上就是1991年 乌克兰宪法边界与俄司联邦领土 两边的目标 那现在北约方面啊 北约的秘书长斯鲁童贝格呢 也在5月28号 欧盟防长会议上呢 表示支持啊 西方国家武器 北约的武器 可以打击俄本土目标 这实际上是刺激了俄罗斯 那现在俄罗斯分析呢 北约的战争呢 已经逼近俄罗斯边境 而且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再为下一阶段啊 进攻俄本土做准备 所以未来俄罗斯方面呢 在哈尔科夫 苏梅切尔尼沟方向 未来的行动 就是要针对北约的工兵 北约的武器进入俄本土 所以要提前在俄罗边境 建立缓冲区 这也是俄罗斯方面 在哈尔科夫方向行动的原因 那再谈到发动核打击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前空天军司令 维克多邦达列弗表示 俄罗斯拥有可以击退 任何袭击的武器 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在欧边境地区啊 不属有战术核武器啊 包括核101核102 都可以是改装战术核武器 另外呢 伊斯坎德尔也可以携带核弹头 匕首高创舍核弹 也可以携带核弹头 这是目前呢 俄罗战场的一个情况啊 今天呢 乌克兰方面呢 也公布了视频 乌军的出动无人机 拦截了俄罗斯的一架 军用侦察机奥兰什 这个军用侦察机啊 是俄罗斯这个军方 用来侦察战场情况的啊 但是被乌克兰的这个 非常便宜的无人机啊 攻击了 也就是说这个奥兰 无人机坠毁画面啊 也就是说 乌克兰的无人机 可以摧毁俄罗斯的无人机 侦察无人机 那等于是 未来的这个空战啊 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无人机去打无人机 把你的侦察无人机摧毁 而且这个造价 这个乌军的无人机造价 是非常便宜的 这个新的空战模式出来 这是今天俄罗斯方面呢 轰炸乌克兰的最新的一个情况 汇报啊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俄乌战争啊 其实长期化啊 另外呢 俄罗斯方面呢 要对俄边境地区 进行新的这个 新的打击 主要是扩大自己的这个 缓冲区 防止北约进入乌克兰以后呢 攻击俄本土 防止这个平游弹这些东西啊 进入到俄本土啊 摧毁俄罗斯生态 所以现在来看俄罗斯方面呢 在俄边境地区这个行动啊 未来会加速 另外北约现在来看 也是在做着长期化战争准备 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为主 这两国家啊 这个很快啊 诺曼底 诺曼底这个纪念 呃 泽连斯基抵达法国以后啊 在诺曼底会和 法国总统马克龙 共同宣布啊 法军出军 出兵乌克兰的这个 正式的这个签字 那么也就是说 法军未来进入乌克兰以后 啊 法国力量 德国力量 会牵制 在乌克兰的美国力量 啊 那么这样的话 欧洲会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同盟 就除北约以外 欧洲军事同盟 啊 由欧洲主导的军事力量 但是北约现在那个大头还是美国 美国控制欧洲 那这样的话会导致 欧洲他没有自主权 甚至连战争啊 战争和和平自己都决定不了 给俄罗斯和美国买单 啊 我刚才讲了 这个波兰立陶宛这些国家 他非常亲美的 因为他和老欧洲不同 他是靠近俄罗斯 他是要依靠于北约 特别是美国力量来平衡俄罗斯 那这样的话 这个俄乌战争长期化 也可以削弱波兰 立陶宛 在和美国这种关系上 和欧洲的对抗 因为他也需要北约的力量 因为美国现在很有可能 川普如果获胜的话 他会撤出乌克兰 美国很有可能投入 乌克兰的力量会少 那波兰也改变不了美国 那只能寻求于北约 也就是法德联盟 来寻求获得乌克兰问题上支持 所以这个乌克兰战争啊 在法国和德国没有完全控制欧洲 军事上控制欧洲之前 法国德国要军事上控制欧洲啊 那么这个俄乌战争 看来也不会结束 即使普京想结束的话 那么现在我德国法国 没有获得欧洲的军事控制权 那这个战争对我来说 还是有用的 我也不会结束 所以从这点上看啊 我觉得这个战争会被 长期化会被美国 欧洲还有俄罗斯充分利用 未来大家就看懂啊 整个欧洲就成为了一个战场 特别是乌克兰方向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 也并不是好事啊 因为欧洲一旦脱离了美国 特别是北约 那么欧元 大家看欧元 还有欧洲区经济 摆脱了美国的控制 对美元霸权来说 是巨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是 削弱俄罗斯同时削弱欧洲 未来这个好戏上演啊 我觉得这个欧洲和美国 这个摩擦会不断的升级 两家都是盟友 关起门了互相打 这会非常有趣 我呢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俄乌战场最新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会第一声打